每两个月一次 曼荣人一团队都会来到曼荣慈忌会所 搬上需要的资源 开车一个小时前往双里佛渔村 位于霹雳州曼荣县和拉绿巴当交界的双里佛小渔村 是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海产的第二大渔村 年轻人大部分都往城市发展 多数的商人都选择雇佣外劳 如今外劳人数已经超越在地居民 人口比例是当地人只有六百位 外劳却有两千位 杨宝珍是一名药剂师 加入慈济超过十年 在承担社区志工的过程 发现许多个案都面临因病而贫 因贫而病的情况 2015年霹雳人一会成立之后 保证承担人一会活动总协调 无论是医疹活动还是免费医疗咨询 都由它负责沟通与协调 在这么乌路的地方 本来他们都已经很缺乏医疗的设备 然后我们可以带这个 Ultrasound的scan过来 可以帮助他们 trace一些普通的 clinics trace不到的东西 当我们在这种疫诊的时候 是可能没有一个私隐的地方 比如说有一些中医 我们要针灸 针灸到背后怎样 不可能在open的area嘛 对不对 又或者是要照 照baby啊 或者是照子宫啊 所以就是请他上来这一边 然后关着比较私隐的地方 这个村有超过50%的都是外扰 我们还应那个缅甸鱼啊 越南鱼啊 然后放在他们工作的工厂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有妇科 你可以过来照一下 你的子宫健康吗 双礼佛渔村疫诊 迈入第三年 当仁仪会团队忙着看诊 慈禧之工蔡晶晶 常常挨接挨护 邀约外籍劳工参与疫诊 因为他们不会讲马来文 就说很难说 我们一量他的血压就是180跟110 他还很年轻 如果这样子持续下去 他不是中风 他就是end up with 他的肺脏 他的那个肾脏一定是坏掉去 然后整个家庭就是这样子倒了 我们有借他一个BP Set 刚才我们也有确定 他真的会用那一个血压机 然后帮他拿回去 两个星期后 我们就会再进来 再追踪一下他的情况 去到哪里 主要我们做这个医诊 有时就是可能一天里面 不是很多病人 可是当我们发现到 有一个这样子的病人 其实我们就可能救了一个人 帮到一个真正需要的人 当慈激社区志工和人医会团队合作 为有需要的社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除了得到评定人们 情况有所改善的满足笑容 收获更多的 也许是保持行善和行医初衷的慈悲力量 大爱新闻杜汇西 刘志渊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